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样,在每个王朝上都会留下其痕迹的东西,那就是后宫,所谓后宫加利三千,当然是有些夸张的,不过每个朝代的皇帝身边的红颜知己,可绝对都不在少数,而是寝制度,也基本能够保证大家语录君瞻,当皇帝今晚没有到自己宫中的时候,各大嫔妃都在做些什么呢? 后宫的女人们,几乎所有矛盾的来源,都是皇帝的宠爱,毕竟只要皇帝喜欢自己,那么随之而来的,就是地位的提升,和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,每个皇帝身边都不乏多姿多彩的女人们,而女人一多,伴随而来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多。 最为显著的矛盾就是,皇帝只有一个人,那么多的后宫家里,每一个漫漫长夜,应该怎么分配呢? 这就,是侍寝制度出现的原因,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,史记中曾经记载过这么一句话, 昼楼不尽巴克,白洛索记推荡遇见者,这句话说的,就是皇帝找人侍寝的时候,一定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